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其实也没有翻译了 就是这个插件就叫craft 然后它是由invision出品的 invision就是之前有给大家其他的课也介绍过 它是一个prototyping的一个tool 然后是非常简单 不需要有任何学习曲线的一个hop spot 就是直接加热点可以连接各种手机屏幕啊 或者是你做的mockup这些东西 然后craft长这个样子 它是invision labs的一个作品 然后大家可以到它的官网上去下载 我也会给大家在附件上准备好 所以这个是大概craft的一个预览这样子 我给大家看一下它们的demo 其实做的已经非常好了 这是craft 它们的新技术才能连接的 能复制的世界象律选择 的最初 是直接red 和Photoshop 任何真正能放到 你能复制更加多余的 提供一些 卡 Wells 你能复制更加多余的 加密集线 和加密集线 或是非各样的用户 You can choose your own photos from Dropbox, your desktop, or anywhere on the web. You can duplicate things on the fly like this, or duplicate to fill a container like this. When you duplicate photos and data from Kraft, you get new content every time. But that's not all, Kraft builds style guides for you, right inside of Sketch. So when the brand blue becomes more of a brand purple, you can just change it in your style guide, and it's changed everywhere else. It does the same thing with fonts, text styles, and even custom elements, like buttons. This is Kraft, supercharging your screen design workflow. The first project from Envision Labs. 好,可能錄音的音效没有特别的好,大家可以去他们envisionapp.com craft video去看一下。 你就是百度搜索也可以,大家可以把这个demo看一下,非常强大。 可以用于Photoshop的Sketch。 然后你下载安装好之后,大家会看到右边这个inspector column的左边一些会看到C,然后这些有些icon。 我跟大家一起来explore一下,来探索一下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其实就是当你在做,做一些就是mockup的时候,这东西可以帮你快一些嘛。 我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假设我现在做一个手机页面6 plus之类的。 我假设,嗯,我现在text,我要写一个email之类的。 我假设名字加email好了,然后我点到这里,我写个female名字,然后她名字就自己填了。 然后,假设我不需要这个字体,我要roboto,我最近怎么那么爱roboto啊。 我只是给大家做个例子,所以可能没有那么美,但是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个idea。 好,我只要按一个键,在name这边按一下,我要男女的名字都要,她就直接帮我换掉男女的名字了。 然后我假设这个,如果我要写邮件的话,嗯,这个邮件我想要自小一些,然后颜色浅一些。 我要她们每个人的名字后面都要有一个邮件。 我假设啊。 然后对齐的话,我等一下会再重新对齐。 然后我需要她们的email做一个mockup,然后我就可以点一下。 然后把那个textbox拉长一些,不要把那些字都切掉。 大家可以有个大概的idea吧,就是这东西是怎么搞的。 然后我假设在这些东西之前,我还要想加一个profile。 嗯,每个人都想要一个profile。 这样。 只要把她们都对齐一下,可能效果会好一些。 然后我要让她们平均分布。 然后我这里再加两个,然后我也希望她们能够平均分布,然后之中对齐。 那,这边是photo。 photo的话你可以到你自己根目录下面的photo去拉图片。 也可以到dropbox,就是网上的云端。 。 也可以,嗯,她在内置的地方。 然后我们想选一个category。 我想选什么呢? 我想选,嗯,这个是很random的。 我想选people。 然后我就place。 它需要loading一段时间。 这个好像也不是people,所以它并没有非常非常的准确。 如果我想要nature,我place。 它需要从云端下的,所以比较慢。 基本上就是这样,非常非常快。 然后我不希望它有外面的border,我不要。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嗯,这些信息都是假的。 但是它在做mocup的时候呢,非常快的可以给你填入这些正确的信息, 而不是用那种非常非常假。 这些是假的,可是大家在mocup当中有非常, 作为对设计来说非常有帮助。 因为当你在设计的时候,你希望设计最简单的case和最复杂的case, 那用真实的信息是最好的。 当然你有时候没有这么快的真实信息给你去拿, 头像啊之类的。 之前有非常多的插件,也是这种填颜色啊之类的。 这个好处是你还可以到website去。 就比如说我到google.com,我还可以从网站上拉文章下来。 直接是最新的文章,而且是真实的文章, 你可以填到你的paragraph或者是你的内容里面。 如果你要就是做有一些页面是比如说以图片为主的, 假设一下就是上面是一个navigation, 然后这是一张图片,然后这里有一些点赞, 这里又是另外一张图片,我只是举个例子啊。 然后我可以想要说food,就大家自拍啊或者之类的东西。 然后它就马上就出来这些东西了。 然后这些图片都是random,而且目前来说质量还不错。 有一些会有像素低的问题,但是目前来说质量还不错。 就是类似这样子。 然后还有一个强大的功能呢,我这边因为还没有创造自己的style, 如果你建立自己style之后呢, 在里面改字体或者是改品牌标准色, 它所有的界面都会改掉。 这个是刚刚视频里提到的。 然后其中还有一个我觉得也很有用的, 就是当你有一段文字, 比如说你有一张照片有一张文字的话, 它这边有article。 当你点开article,比如说我要technology, 然后它整篇文章就贴给你了, 而且还是真实没有读法错误的文章。 而且这些因为字非常长嘛, 所以你自己还可以调整这些字的排版之类的。 就是非常非常便捷。 你可以在上面, 假设我又要放一个图片。 然后这个图片我不想去往上抓, 我就想在这里, 然后在我的category目录里面想说, 既然是一个科技的文章, 那我找一个比较符合一点的。 那我找San Francisco之类的。 这张丑了一点。 当然你重新按还是可以换的。 它这个是固定拉的。 如果你要换一个比例的照片的话, 你得重新画一个方块。 比如说我想要占全面的。 然后我不要编辑。 然后我希望有travel或者是, 嘿,这边有个technology。 Feel一下。 就类似的。 就非常快啊。 所以这个我觉得非常非常强大, 而且给设计师们节约了无限的时间。 所以我这边在多加了一节课, 想要讲这个craft, 就是这个道理。 好啦,今天就这样。 拜拜。